利息上升,房贷增加,大马人喘不过气了。 根据Ringit Plus展开的调查,31%的受访者是月光族,24%的受访者入股付出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大马人钱不够用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收入水平不高, 49%的受访者薪税小过2000日级,38%的受访者薪税是2000到5000日级。 一旦失去工作真的要挂白旗了,加上通货膨胀,强劲的美元走势,利息的上涨, 这一连看的因素,加重了人民生活成本的负担。 在每月的支出等于或超过收入的情况下,如果没有任何的应急基金或存款, 极大可能会破产,因此大马人能做的就是, 一,减少休闲消费,二,减少在外用餐,三,开始记录消费,四,找兼职来增加的收入。 所以大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,财务健康的重要性,并尽量地建立紧急储备基金, 以应对不时之需,以免陷入财务困境。 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,每个人都应该审视自己的财务状况, 制定可行的财务计划,确保未来的稳定,避免活在水深火热,钱不够用的窘境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